现在我们有了幸福的生活 但是在上个世纪初 国家一直是处于战乱之中的 大家都知道战争是十分残酷的 战争就意味着流血牺牲等等 一旦上了战场 谁都不敢放弃 只能拼命的去战斗 毕竟不努力 有可能就回不来了 因为闭关锁国的政策 中国落后了世界强迫不少 被战争的战争 西方列强侵略 中国百姓饱受战乱 好不容易二战结束 美国多久 美国开始攻打朝鲜 作为他们的邻近 我们国家也处于危险之中 他们有危险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经过详细的考虑 我们国家终于在1950年 派出了志愿兵到朝鲜作战 大家都知道 那个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 战乱也是刚刚结束 还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时候 装备也比不上他们 但是面对着美军的先进武器 我军没有丝毫畏惧 都是冲在前线 医用作战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 这个是兵刘作坤 就是这样的 他当兵的时候 已经有了三个年幼的儿子 而且妻子刚好怀孕了 但是他怀抱着一腔热血 忍痛和他们告别 穿上了新军装 到一国他乡巨位的祖国战斗 他在战争中表现出色 也是获得了很多的功勋和表彰 后来他得到上司的赏识 被调去看守物资 要知道物资在一场战争中 是十分重要的 有的时候甚至能决定一场战斗的成败 所以后勤才会这么重要 美军当然也知道这个 在一次值班的时候 他负责守护从苏联运来的 五个车皮的航空汽油 那时候美军派了飞机来轰炸 有一辆车被击中了 很快就着火了 汽油都烧了起来 他和战友们冒着敌军的炮火 把汽油抢救出来 他一个人就敞出了85桶 到后面累得昏死过去 回国后他没有向别人提起 自己被封为一等功成 隐姓埋名44年 做回了一个普通人 只是把自己的经历 当作睡前故事 讲给孙子听 孙子很是向往 想去参军 没想到因为指标有限 孙子参军被拒 他就拿出勋章找到政府 希望政府能帮忙 这还惊动了中央首长 这个老兵才回到大众的视线 这还没想到